大家好我是G-Long的Wi-Man 这一期的视频是跟大家分享一台iPhone 10 错误56的维修过程 当接到机器的时候顾客的描述是 摔过然后主向头打不开 Wi-Fi电路也打不开 然后刷机爆错是56 然后之后我们接到机器也是刷机 刷了一遍 然后又同样的也是爆错56 然后开始着手维修 然后把iPhone 10的主板分离 之后测量主板 在以往维修其他机器 错误56的维修经验 我们可以先考虑NFC的电路 但在我们分离主板之后 测量这个NFC的电路是没有异常的 之后继续测量其他的焊接点 在测量到连接Wi-Fi32角的焊接点的时候 发现了没有了阻值 核同向正年ICU4900的B7角也是没有组织的 在观察我们GYON制作的iPhone 10板层走线图之后发现 焊点在U4900的B7角的走线在供放供电IC旁边 拆下供放供电的IC把板层走线挂开 然后上锡飞好线 连接Wi-Fi32角的焊点 在Wi-Fi的上方有电容在同路上面 可以直接飞线 然后给主板下层直锡 直好锡 最后把主板的上层安装回下层加焊 然后装机刷机 系统可以过 但在测试机器的过程呢 发现了 屏幕的触摸和主向头是坏的 我们只能更换测试 然后故障就解决了 这次修复iPhone10错误56 其实故障点是没有找到的 只是修复了Wi-Fi和正零电路 我个人认为机器在摔锅之后 NFC电路是存在故障的 故障点应该是在上下层的连接点虚焊 但是没有断线 在修复了Wi-Fi和正零电路之后 把上下层主板重新焊接 这个错误56同时也解决了 这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请继续关注我们巨浪的维修视频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Bye